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自己是真心的 对别人就不用真心 人家随事反你就反你 这么真心做什么 对自己是真心的 不会虐待慈经 让慈经过得快快乐乐 自慈作诈 爱吃就吃 爱玩就玩 对别人呢 买一半行给你 不要给你 总是给你死的 一天发生 四天又有一条痕 所以现在这么多心动病就这样走出来 心血管作生 就同于这个情绪有关系 是吗 伤心越多 你的问题就越大 你过不了 因为我们每个人有思想 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 你是摆不脱的 但是我怎么不让这些东西 制造负面的能量给我们自己 明白吗 我做人的方案很简单 利者不拒截 弃者不留 听明白吗 你要来找我做朋友 我可以做朋友 但是我不会跟你很真心的 一半一半就好了 不要放了 放了一下收不到的事 你很惨 意思是说 我对任何东西 从来都没有真心过一次 这样就不会受死了 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你真的好 一百般才投入 信气 如果一天对方真的 不是你想想中的 你怎样 你受得胜 所以很多是仇不胜的 好像感情失败 有多高运多高去跳 你过不了那天 那天就停留着那种能量 那种能量的运动力热强 对不对 你不如无患生存 如果你从来都没有真心过 用什么跳楼 用什么自杀死 明白吗 如果你很认真的 如果真的发生了 你怎样过 你过不了那一关 过不了那一关 自己毁灭自我毁灭 很多人就是这样 不懂不懂 人与人之间 最简单说一句 给大家一个方向 你的生存计划 是要人配合你的 或者没有人配合你 你一样生存得很好 你自己想 你自己想 意思是说 我的生存计划 我找一个人来配合我 正可以 如果你找不到 这个人配合你 你怎样过 你的日子怎样过 或者这样说 我没有人配合 我一样活得很好 我不用你配合 你一来就来 不要一来 我一样活得很好 那你的生命 是掌握到哪个手上 是可以人配合你的 或者是怎样的 所以两夫妻 共同 组织家庭 如果你的生存计划 是要人配合你的 如果另外一半 一天发生意外 消失了 或者死了 或者离开了你 那你的生存计划 未后日子怎样过 自己想 所以你选择 你要找人配合你的 或者没有人配合你 你一样活得很好 所以这个就是 你生存的计划 你会面对的 你自己一定 画好你的生存计划 是选N 选B 你自己选 谁安全一点 好像我做那么多东西 我的概念 很简单 天下间没有了哪个 你做不成功 除非你不想做 如果你靠别人帮你做 如果对方不帮你做 那就玩弄了 好像你开餐馆 对吧 你客人请伙计帮你自己 那伙计不来 不上班 那就不用开动 你靠别人配合 是吧 如果你自己行的 没有我的人 我自己来 做生意 你的计划是怎样的 如果靠别人配合你 你只能生存得乐器 如果对方一天去 不配合你的计划 那你就死定了 你就很伤心 活得很痛苦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的情绪 就一直停留在那位置了 很不开心了 所以这叫情伤 想避开情伤 先小人后君子 对人也不用这么真心的 对自己就认真些 就不要虐待自己 应该吃应该吃 应该吃应该吃 应该吃应该玩应该 应该用就用 不要虐待自己 对人家就不用这么真心的 那你发生的问题 你不相信 本来你准备 我都没对你真心过一次 我用什么伤心 是不是 如果你对人很真心 你只会伤心 所以别人问我 为什么你没事 我都没真心对你一次 用什么伤心 用什么生气 用什么不开心的东西 因为太认真了 对人家太真心了 你相信对方 就算我借了钱 你不还我 我都不会死的 我有能力创造 我有办法赚钱 我需要死的 那你没有能力 借了我死 不还我 所以说你自己 我有能力 你就不会受这些事件 令到你的情绪带来 所以说我们情绪会制造能量 如果以宗教角度来说 令到你不开心 你还放在你的心里面 这个因 就是你自己中下的 第二个是你自己受的 你明白吗 所以什么叫因 什么叫果 自己就搞清楚了 害到谁 害到自己 不是害到别人 比如说我和你发生的时候 令到我很不愉快 我还不愉快放在心里 我就中下这个因 一直到我死的时候 带着这个因是转生 那第二天你一定会碰到这个果 到最后你自己受的 你只是不记得了 可能前世的事情 发生的事情 但这个因你中下了 所以记住 有因就必定有果 中下什么因 你就收什么果 如果你不想受这些这样的痛苦 这个因就不要中它 最多是人生的经历 发生一件事 所以人世间说 不经一事 你就不长一致 你明白吗 是当我人生经历当中 发生过一件事情 是令到你去觉悟 去醒 不是叫你中下那个因 我很讨厌你 我很不甘愿 下一世报仇 其实没有报仇 你报到你自己 你知道吗 因为你有了这个报仇的因 很不甘愿 被骗 被欺骗 明白吗 你中下了那个因 但是那个果 你就会发生 发生了一次 不知道这些 没办法说 我先告诉你 所以情绪会制造什么因 你会发生什么果 很重要 所以肉体与情绪的身体 服侍心智 而心智最终 转移使用灵性体 作为连接 整个身体的管道 所以说这一点很重要 你就知道 哪个是主 哪个是伙计 哪个服侍哪个 你不要搞错了 就好像说 这个是主 下面是你 伏侍你的 由回来 你的主 去伏侍下面三个 你就很大问题了 哪个是主 哪个是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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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是伏侍哪个 你就搞清楚了 最后 是老四 是老四 服侍伏 是伏侍老四 哪个是对 你自己想一想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想上天堂 紀律世界 或者更高的上限 你就搞清楚 哪个服侍哪个 哪个 哪个主导 如果你不明白 你没有用灵性的角度来看这个位置 你以后等欲体 欲体给你什么 你全部收什么 思想给你什么 全部收什么 情绪给你什么 全部收完 如果给你一个不好的 给你毒素有问题的 那翌日你的灵性所得到的所有能量 就是这些东西了 不要怪人家 是你自己没有用灵性 如果用灵性的角度 我觉察下面三个 你就会篡线了 什么对我有益的 我要 什么对我无益的 我全部放弃 明白吗 就好像刚才我说的 灵性如果觉察到你的情绪 受到情伤 会令到我不好的 但又会带来很负面的 我这些全部要删除 我不会接受的 清楚 或者你的灵性觉不到 你的思想是很负面的 制造这样的能量给我 令我的信任 信念 跌低了 所以很多人没有信心吗 信心不教我做事 就是因为思想制造负面的能量给你 如果你是用灵性的角度 这样是不对的 是不对的 我删除了 我不要让他进来 清楚没有 所以这里就是用灵性去看下面 那我们选择了 我去记录世界也好 上天堂也好 我来玩对了路线 就夹来讲了很多有唯一的现理 ein爱念佛 又有それ爾說 不知能娶飾否 家人辭乏人家 連 multiples都完美 那樂圣這 aprendo是否快來 上不才可 所以有些人就是奈佛 聽民神說 我業障這麼輕低 原來早就還燒 我怎麼娶 既然無法娶飾 還有煉 又奇怪 有些人說 饈佛了 我無吃數 媽 說不能改成那個肉 不知道能否起不起得到呢 所以全部制造 这样的负面能量给自己 你怎样想记录世界 怎样去天堂 因为你所想的东西 全部都是负面的 都没有信任 早几天有个人问我 我念佛到底 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不来呢 我说你有读经吗 有 我说阿弥陀佛的缘 他的缘就是承诺了你们 那你都不信任的承诺 但我发缘就是承诺了你 是你自己没有信念 就这么简单 是你不想 根本自己都没有信念 不是佛有跟你有关系 是没有关系的 说来说是 人家已经承诺了你 是你自己信念不够 是吗 是你的思想负面 情绪负面 自己没有信念 就好像现在的手机 每个人都收到那个信息来 但信息你没有过西线 不知道是否正不正 就信了 你不会以为江头和尚说 就是对的 有时自己比你还差 很简单的 你们又说信佛 口说信佛 自己那条围而简起 临终的时候不知道是否利不利 听着师傅说叶章这么重 还有打网上 那怎么办 又是戏 死不见面 每天都回来 一生契狗 这套牙 就是林烛 所以说想去极乐世界 想去上天堂 怎么办 因为你自己在这里 出了问题 所以既然是说 你要正能量 你就要正确思想 你选择对了 你就没有质疑 佛就是圣者 他已经承诺了你 现在就是你这部分 你自己做好一部分就行了 对吧 你就不用想后面的那些东西 又不要听人家说 左说右说 说到自己心都荒晒 明明有信心的 后面又没有了 问题是你终极的目标 你要弃气的 你就倒心水 什么都没有理 所以我说 懂得人少 烦恼少 懂得师父越多 烦恼越大 对你没什么好似的 好似你懂得我一个人 我绝对讲真话 不会骗你的 我是讲事实的 所以我们说 这些就是思想制造能量 情绪制造能量 你的灵性全部吸收 那你怎样成功 你怎样想要弃你的目的地 不可能了 法企大意愿都没有作用 这样 我们一定要知道 站好的角度 法就等于是最高的圣者 他已经成就了 他不会欺骗我们 他的意愿 就等于说他成立了你 你明白吗 那你这部分 你要信任 就选择你要弃的 你想上天堂也好 想去基督世界 一样的原理 你选择了 因为你找到下面的 全部的是 你和我没有什么差别的 头脑又不开窍的人 说了 还是不实际的话 你又相信 这样的信息又爱 这样的信息又爱 有些是病毒 你知道吗 害死你的 你又不会浪费钱 又不会做个网 隔着不要进来 这些东西 又是游戏 又想上天堂 又想去基督世界 到最后 游戏不到 见Milk up 见月亮王 怎么走到这里 这么奇怪 所以有时 你又知道我们的架构 基本思想 情绪 提供感的能量 最后你带自能量 离开这个身体 到时你棄哪个空间 棄哪个层次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原理 好多久 谢谢大家